年輕不留白 再看到青年朋友 透過社會服務 學習志工精神 三峽園區迎來 幾位年輕生力軍 慈濟扶居團隊出任務 大專青年營隊走出課堂 有機會感受 不一樣的生活體驗 重達150公斤的電動床 又是家常版 一路從一樓搬上六樓 不容易 必須拆解 分批運送 再進行組裝 幾位大男孩分工做好事 更有感 如果房子樓梯比較窄的話 可能轉彎的需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它主要比較深長 就是轉彎要比較注意這樣子 然後也是需要很多人的協助 當我知道這些平常 都是由師伯來 就是從一樓搬上來 然後整理 運送 這些都是由他們住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辛苦 也很偉大 謝謝 謝謝你們 這些學生真的是也很偉大 這麼年輕就可以來幫助別人 另一條服務路線 來到板橋榮民之家 這樣會太大力嗎 我之前比較少幫我爺爺按摩 那我想說藉由這次機會 然後有點像彌補之前 沒有進到的校道這樣 社會服務可以學到很多 就是課堂上沒有學到的東西 然後也會有更多 更深入的體悟 60多位青年藉由服務 洞察自我 創造自己的人生 期待發揮更多社會影響力 大愛新聞 知聖美之工 廖佩珍 江文龍 陳美瑜 台北報導 記者 江文龍 李宗盧